方交流签署正式的书面协定的这个监督程序 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宪政体制上面所遭遇的问题 我们现在宪政体制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行政权独大 立法权在选制上面出了很大的问题 政党的政治出了很大的问题 接下去 陈俊宏老师就来跟我们大家来谈 为什么我们要接下去谈公民宪政会议这件事情 在318的这个行动之后呢 我们知道说福茂它是一个影子 引起大家这么多公民对这个公共事务的一个关心 然后也让我们对于两岸政府要交流的时候 它要有一个法治的基础 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但是长远的来看 根本的问题是出在我们现在的宪政体制 所以呢我就把时间呢 留给接下来的陈俊宏老师 让他来跟我们谈一谈说 到底现在我们谈的公民的这个宪政会议 怎么样来解决 这个现在我们所面临到的一些宪政上面的危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邱老师 他其实刚破梗了 我刚本来还想问大家说 还记不记得我们还有一个诉求是 公民宪政会议 那今天晚上最后一个诉求 也是最压轴 对我们的民主政治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诉求呢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那我们现在邀请守护民主平台理事 同时也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陈俊宏陈老师 各位高雄的伙伴 大家晚安 很高兴 今天在这个场合 看到这么多的人 我也是高兴人 看到这么多人 今天坐在这里 来关心台湾的未来 我感觉很感动 那我今天要负责的 其实就是要跟大家来报告 在318占领国会运动之后 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年轻朋友们非常有智慧的 去诊断到底318服贸 议题所引发的争议 它背后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所有的这一些 在占领运动过程当中 参与的青年 在4月1号 在青岛东路跟济南场 有将近1000名的民众 共同的来诊断 大家都认为 其实归根究底 是我们这一部宪法出了大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要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我们必须要从这一套宪法 来进行大幅度的修改 才有办法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很多朋友们 或许会觉得 宪法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遥远 那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或许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楚 到底为什么这个议题会跟宪法有关 我们常讲说宪法跟人民 就好像我们今天 在政府是人民的公仆 那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我们去跟这个国家去打一个契约 那我们作为一个契约者 我们当然都要去问 第一个 我们作为一个契约的当事人 有没有把权力交给你 我没有授权你做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有没有真正的基一基造 我们给你的权力来落实 第三个 假如我今天在那个过程里面 发现我所托非人 我有没有办法去要求你 必须要把我的权力还回来 第四个 这个契约过程当中 有没有损害到我的基本权力 那如果我们从刚刚这几个问题来看 你就会发觉 我们现在这个契约 人民跟国家打的这个契约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政治 体制运作底下 马江政权 世上彻彻底底的破坏了 这些契约关系里面 所赋予他的权力 第一个 我们有没有授权 总统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件事情我们先来谈 我们现有的政治体制里面 我们现在的总统 是一个有权无责的总统 现在的权力跟他的责任 事实上是不相符的 他有权力 但是他不需要负责 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二个问题 当我们今天觉得 这个总统所托非人的过程 当中我们认为 我们要把权力拿回来的过程 我们会发觉 我们现在困难重重 我们这个总统 民调高的时候 他说民之所欲 藏在我心 民调低的时候 他说我在坚持做对的事情 所以怎么说他都对 他就是可以稳稳地 坐在他的位置里面 那么尤其在现在这个基础底下 我们的行政院长 是一个没有任何民意基础的行政首长 但是他却要求 我常常听到一句很荒谬的话 他说刚刚维庭跟非凡在谈公投法的问题 他说我们的公投门槛不能太低 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国家 在这个政策议题上的一个决定 但是他是没有任何一票 民意基础选出来的行政首长 但是他却要求 这个公投的门槛不能够太低 那这里面就会发觉到说 行政权的权责不清楚 就会使得我们现在 在很多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底下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负责 另外立法权没有办法 妥善地来担任他监督者的角色 我们看到现在 总统兼任党主席的基础底下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立委 其实是必须要遵从党义高于他的名义 所以我们整个立法监督的功能 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发挥 所以行政权跟立法权 在这一波的许多的议题里面 你会看到这是显现出 我们当前代义民主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 2005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修宪 这个修宪 同样的把我们的修宪门槛 提得非常高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目前这一部宪法 所提出的修宪门槛 等于是禁止修宪门槛 因为他的门槛高到你 不太可能发动修宪 所以当我们今天人民说 我觉得你已经所 不是我所托付的 我要把你的权利要回来 我要去进行罢免 或是我要去进行这部宪法的修改 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权利 所以我们等于是订定了一个契约之后 就任人来决定 任人宰割 我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可能性 去要求他履行契约关系底下的责任跟义务 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监督机制 我们的监察院跟考试院 虽然号称是我们 这个五权宪法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但是如果从实际上来看 各位会发觉监察院跟考试院的功能 我们从前一阵子 监察院院长跟监察委员之间的冲突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这个功能完全不脏 那么过去几个案例 基隆市市长张通龙 这个被判刑一年八个月 但是在监察院两次弹劾都没有过 黄世民被一审判决有罪 监察院弹劾也都没有过 柯文哲因为这个医疗舒适所带的问题 弹劾就过去了 你就会发觉这个功能 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反映出 一个作为人民监督公务人员体系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么尤其是我常常讲说 尤其在这一波新的监察委员的名单里面 你就会发觉到说 过去总统还会稍微考量到 许多专业的一些分布 性别专业的考量 但是我们从这一波的名单里面 你会发觉非常非常的失望 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 是基于他个人党义的一个考量 所以我很期待 我们应该要有另外一个 割栏委的2.0版 我们要来割监委 我们应该要废除监察院 废除考试院 尤其是我想在我们修宪还没有开始启动之前 其实在未来的会期里面 我们其实就可以这样做了 我们可以去据审 现在所提出来的监察委员名单 让所有的人共同来思考这样的制度 到底有没有它的必要性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基本权力 到底在这部宪法里面 有没有获得确保 我们看到从大浦事件 看到了许多这些 我们居住正义 全台风起云涌的土地正义运动 许许多多的老百姓 一斤的心血 就在一个所谓以国家开发之名 征收的过程里面 严重的把许多基本权力加以侵犯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所谓的签署了两公约 我们的马总统说他要人权治国 但是从一系列的运动里面来看 你就会看到这部宪法所给我们的一些基本权利 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跟权责机制 使得这部宪法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 来达到保护我们基本权力这样的目的 所以整张而言 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去思考 这一个契约 我们必须要重新去思考这部契约 那么重新来思考 尤其是刚刚邱教授有提到的 两岸监督条例为什么要重要 是因为我们过去在宪法征修条园第十一条 授权了行政院 有一个很大的权利去订定关于两岸人民关系的一些相关的规则 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已经空白的授权的行政部门做了很多的决定 那在面对两岸这么样高度紧密又复杂的这样的关系 从福贸议题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人民对于这样议题的高度不信任跟焦虑感 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透过宪法程式上的解决 我想还会有下一次可能的这些令人感到愤怒的事情 所以简单来讲 这个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议题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自己的宪法自己定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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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庸亲 最好应该去很比较高 好 ! 那个 对 是 对 对 可 再次感謝大家留到最後 最後這首要送給大家的歌 叫做同學會 那我想要說的是 我們非常非常榮幸 就是生在這個年代 可以參與到這樣一場運動 那這場運動我認為才剛開始 那這首歌的歌詞 大概是在講 一群人在追求一個夢想 然後要保持最初的初衷 跟那個浪漫的性格 那我想講的是 雖然很多人對台灣的未來 真不樂觀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它已經在改變了 我們應該要更堅定 所有人都團結在一起 我們就會從不樂觀裡面 開創出我們希望的局面 我一直這樣相信的 所以大家繼續做會對不對 好 最後一條歌送給大家 同學會 謝謝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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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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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